新北市交通局在巴黎区新建制了三个智慧型停车场 分别是新开辟的位于文昌路与文昌五街交叉口的中桩段停车场 另外两个则是原本的停舞停车场以及龙行停车场 导入智慧停管设备而成的 总共提供了207个汽车格和111个机车停车格 机车停车格为免费的停车 让民众更加的便利 巴黎区新增三处智慧型停车场 除了将停舞停车场以及龙行停车场 导入智慧设备以及24小时监控管理之外 也在文昌路以及文昌五路的交叉口 新建制了中桩段停车场 让民众更加方便 那我们这次在巴黎区有开三座停车场 那其中龙行跟停舞是我们之前就已经有开辟的 那至于中桩段是这一次因为当地民意有需求 所以我们也是有去找一块地 那就是来做开辟的停车场 那因为本市一直在推智慧的交通 那我们也希望带给巴黎区的民众 有些智慧型停车场的体验 而不是只有集中在板桥三床这些地区 那希望就是未来巴黎区就是也是有让民众可以感受到我们智慧停车的政策 这样子 而这三座停车场目前也由专业停车场业者做整体的规划管理 收费方面小型车每小时20元 机车格则是不收费 其实之前常常会衍生一些违规占用跟场内环境不佳问题 所以我们这次本局就是一起把这三处停车场一起委外经营出去之后 由专业停车场业者来做整体的规划管理 全天24小时的收费方式 这里因为就是是以当地的居民为主 那其实我们就是机车不收费 那汽车的话就是中桩段会提供103格跟46格的机车 那小型车是以每小时20块的方式收费 另外小型车的月租费用则是一个月1300元 有需要的民众皆可以多加利用 记者省志友林家珍巴黎采访报导